天津突然蹦出一通火花 還發出滋滋的爆炸聲響 屏東方流馬路上 晚間有電纜線 因為擋不住狂風 硬聲被吹斷 造成電箱爆炸 影響了恆春加東及方流 超過一萬兩千戶 晚間無電可用 開電火爆後 緊急派人冒著狂風大雨 摸黑搶修 只是現場除了事工照明 出其他地方根本身手不見五指 加上晚間風雨增強 讓維修任務變得困難重重 不然電視就報到報 風差就不會出來了 要怎麼知道會這麼大 受到山竹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屏東方流刮起強風 各地晚間頻頻傳出 有露宿看板鐵皮被催落 而壓斷電線的事件 造成許多地區打停電 無論是超商 住宅 餐廳 甚至是馬路上的路燈耗製 全都無疑幸免 走進家裡還得用手電筒 才看得到路 家門口的盆栽 路樹 歪的歪 倒的倒 現在當地住戶 只盼望電力能夠趕快恢復 不要再傳出更大災情 雖然沒有登陸 但山竹颱風的驚人威力 也帶給屏東居民驚恐的遺夜 藝皇英俊SNG小組 屏東報導